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我们2015年一级建造师 试证实物征集解析的案例部分 那我们前一讲 把所有的客观题解决掉了 但是我们这张160分的卷子的120分 也就是重头戏 是在我们的案例部分 总共这样的五大题 根据我们目前已经掌握到 事件结构的情况 基本上完整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的案例题 从这个案例的走势来说 今年出人意料的题目 并不多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市政专业 一直饱受诟病的 一直在想 操当题特别多 或者是考的计较嘎拉的知识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年的这一个案例题 是如何表现的 第一大部分 第一道案例题 我们看它的背景资料 某公司成建一项道路改扩建工程 长度是3.3公里 设计宽度40米 设计宽度是40米 上下行的是双幅路 现况里面显炮以后 显炮后的铺表面 秦城这一个上行的机动车道 兴建机动车道面层 是三层的热板粒心混合量 工程内容还包括 兴建雨水 污水 集水 供热 燃气工程 工程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合同要求是4月1号开工 当年完工 而且是工程量清单计价 下部进行了现况调查 工程位于城市的繁华老城区 现况的路宽是12.5米 人机混型 经常拥堵 两侧密布的起司业单位 和多数位于道路红线内 地下的老袖管线多 带拆迁改移 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 项目部分析了工程施工特点 及存在的危险 对于项目施工进行的综合部署 施工前 项目部编制了一个交通导刑方案 经有关管理部门批准以后 组织实施 在我的考前压题班也好 还是在我冲刺班的考点预测 压题包括金奖吧 我都特别强调了这个交通导刑 实际上在2011年那一年 考了一道案例 那么现在再考案例 实际上正式出现 是在我们15年的时间上 因为这个周期到了 我们当然会预感到 它会再考一次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导刑 建筑不考 积淀不考 是咱们市政的特色 所以今年果不其然 出了这道案例 咱们压题班的时候讲到的这个资料 下面为了保证历清面层的这一个外观资料 项目决定分幅分段的去施工 历清底面层和中面层以后 它要放行交通 整幅摊铺施工的表面层 放行交通了以后 再整幅摊铺施工的表面层 面层它分为三层了 施工过程当中 由于拆迁进度之后 自此表面层施工时间 推迟到当年的12月中旬 项目部对于中面层进行了 简单的清理以后 摊铺了表面层 施工期间 根据建设单位的意见 增加了三个接顺路口 注意之新增的 结构与新建的道路相同 路口施工质量验收益合格以后 项目部以增加的工作量 作为合同变更去调整费用的计算依据 所以这里有些关键词 比如说是简单清理以后的摊铺 增加了是增加的三个接顺路口 等等 下面相应的问题 希望同学们也能和我有一样的习惯 之前在经济班我们强调很多遍 我们在看案例题的时候 觉得是重点的信息点 咱们就把它圈下来 以提醒自己以后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在进行读题 打题的时候 能够有章可循 或者是有根可循 你找到的这个关键词 是容易有问题的地方 或者是有错误的地方 这一部分提现我们相应的 这一个授课特点 我们配一道案例题的问题 然后马上回答一道 避免我们把问题全部集中在一起 然后一次性回答 有些同学会忘记题目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试卷册子上看到的问题 是积累在一起的 然后你要用黑色水笔 在答题纸上 把每一节的答案写出来 所以我们授课改变一下顺序 首先本工程 施工部署要考虑哪些特点 通过我们刚刚这些背景资料 尤其是刚考过的考试 应该印象很深 我就不往前翻了 如果是准备备考16年的考生 那同学们可以把它往前 这个视频再往前倒一倒 你们点一下暂停 再细看一下 我就不一步步的往前翻了 首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施工的环境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单位多 我们的这个建筑物多 地下管线又很复杂 因此需要我们施工部署 都要引起最后的注意 所以我们就想一想 自己在考场上会想到 有哪一些施工部署 要考虑的特点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经济办曾经讲过 因为可能有的老师 比较推崇的是言简易改 没有错 因为你想废话的话 他也不会给你分 但是我推行的是多多益善 为什么呢 他是按点给分 你没有达到的点不给 有达到的点他就给你 也许你给他加上去的话 想的多的话 就踩到了点就给分 这样安全边际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施工部署 你感觉到要考虑到特点 你看着试题试上的 我们这个案例背景中 集到的你都给他写上去 这里我们提供 我们相信的参考答案 当然了 在考后了以后 我也和一些学员 进行了线上的交流 包括一些群里 都有一些反馈 我也采集了 自己本人对于这个题目的想法 包括也由学员 提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意见 教学相长自古如此 说句老实话 有些学员学起来有心得 对于这一个案例的 这个看法很有见解 我在阅卷的时候也会发现 确实值得推荐 所以这里呢 希望同学们也一起能看 施工部署呢 实际上包含了施工阶段的 区域划分安排 那么这一部分呢 你可以直接按照 我们项目管理这门教材当中 关于施工部署的相应的 我们教材上的原文去回答 也可以 就是这个部署 包含了施工阶段的区域划分 安排 施工顺序 你还想进度吧 还有哪些有工种 材料 机具设备的安排 以及运输计划等等 可以首先把施工部署 在我们施政教材当中 尤其是在我们项目管理 这门公共基础课的 这个教材当中原文写一遍 就是部署呢 它有哪些内容 这个作为我们首先铺垫 但是它肯定拿不到全份的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工程还要向上去 有哪些特点 要根据背景资料看 那么这个本工程 多专业工程有交错 综合施工 旧工程有拆线吧 因为我们这条管线很多 代拆嘛 那么新工程同时又建设 这同时建设 同时呢 交通量非常的繁重 对不对 与交通市民生活呢 都有相互的关扰 所以呢 需要的协调量特别大 施工组织设计呢 必须要全面细致 科学合理 安排相应的工序 下面 因为它是在繁华地段 这一次背景资料提交 已经提醒我们的是吧 中心地段 受拆间影响 不确定因素也多 同时呢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造成 因为我们不断地受到外界干扰 那工期就很紧张 而且呢 我们题目是说 由于拆迁的影响 我们已经拖到12月中了 典型的冬季 所以夏冬雨季都会碰到 所以要提前安排 计划留余地 对于我们这个施工现场 由于在繁华地段呢 它当然用地是很狭窄的 又是个露天作业 这个同学说 我们怎么想到这个 实际上我中间的很多话 就摘自于 我在金奖班 不下三次 我们教材当中不少于三处 起到了我们市政作业的特点 当时我就提醒同学们说 这里呢 以前考过相应选择题 能考案例的 这个露天作业也就用地狭窄 是我们施政工程 常常见到的这样一个特点 就用上了 施工变化大 不安全因素多 这我们施政专业教材 对于施工 施政作业的特点 三个地方提到了 是基地上班讲过的 要有针对性 同时要保持安全 那么我们第一题这么回答 下面第二题 减速本工程交通导型的整体思路 实际上有的学员上证了以后 直接就把我们教材上 交通导型的相关措施 准备计划 以及相关的工作内容 整个给它照搬上去 我认为没问题 应该能拿到满分 只不过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这个本工程的交通导型 你最好还是要带它 把案例背景资料当中 相应的一些情况 给它揉到你的答案当中 如果简单的背书 那就看月件的情况 可能会酌情扣个一两分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应该来说 按照书上答的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你最好是结好 我们本工程的背景资料去答 这里写的是什么 本工程的交通导型整体思路 因为我们左右两幅 40米宽的道路是分幅分段的 所以你就根据不同的施工阶段 去设计交通导型方案 这句话提出来 是根据我背景资料设计的 因为它分幅分段施工了 所以我每幅每段 它相应的导型的时间阶段 顺序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求你组织 找出我们相应的调整 然后经有关部门去审批 同时利用周边的道路进行分流 利用原路 通行期间的施工 新增的半幅面称以下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只占半幅路 另外一半幅路还利用 它可以进行导型社会车辆 就是不断流 我们只是有一定的交通拥堵 但是至少车辆能通行 那导型到新路去坐老路 对吧 最后完成整条道路的施工 先利用我们施工这部分 可能这一段不能通交通了 可是我导型是利用原路 把它导型到新路再走老路 这样一部分 可以疏导我们的交通流量 那么交通导型 必须满足社会交通流量 我们刚才讲的 保证高通期的需求 这教材当中的原文 交通导型图要由现场的平面布置图 要协调一致 有利于施工的组织和管理 同时交通导型确保 车辆行人安全顺利的通过施工区域 而且减少群众生活的影响 要减少群众生活的影响 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教材当中还提到过 我们要派专人辅助交警 现场指挥交通 包括有变桥变站变道 包括还有我们在上游区 过渡区 缓冲区 还设置警告标志 都可以写 都能写的 因为它是按点给分 所以有的学员说 我写了这些东西 你没有写 有没有问题 实际上本身 我们这个参考答案 对于案例来说 自古八古文 就跟你写文章是一样 各家之常 各人的私度在里面 所以你写了教材上 那些原文也可以 第三题 道路表面层施工作法 有哪些质量隐患 针对这些隐患 采取哪些措施 首先我们来看 分幅分段施工当中 面层以后 整体摊铺有问题 因为你是分幅分段的 去把它的中面层 和底面层铺完了 然后你去把它的表面层 一下全部铺掉 很明显 你底下的是分幅分段 有缝的 各个部分的 分层一部分一部分 不是一个整体 而你的表面层是一个整体 很容易造成 下部分的沉降不一致 那你上表面就会有裂缝 实际上我们原来所说的反射裂缝 它的基本原理 就是因为不均匀成降造成 因此导致套路开裂 正确的做法这么说 因为40米宽 同时它又是个双幅路 那么怎么办 就应该根据各自路段的 结构特点的施工顺序 和导形的需要 按照你施工组织设计的安排 你分左右两幅 然后我们分段分批的 分幅 把这一些中面层底面层 做完了以后 在做完了这一段的面层以后 上面配合它这一段的长度 把表面层做掉 那你就是同一个层底了 你每一段都是同一个层底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不均匀成降 即使有一些施工缝 那么每段和每段之间 上表面层不会再开裂了 但我这里多说一句 我在金角班就多次提到 咱们这是沥青的路面 不是水泥路面 不应该留缝 或者也不会切甲缝 沥青路面可以不留缝的 你一口气能扑多长就扑多长 它可以不留缝 但是比如说我们施工积聚的问题 工料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干个八十米停下来了 那么这是施工缝 有的时候不得不去留 这个时候你上下左右 我们一直要保证的是 三层面层最好是能够一起施工 或者是你最后在铺表面层的时候 就铺这一段 缝后面的理性不铺了 因为那是后面的一段 目的是为了避免不均匀成降 造成我们上表面层的开裂 下面第二个 面层施工受拆迁影响之后到12月 那么这个施工不当 就会影响道路质量 为什么 因为是东施 这个时间明显靠住我们温度在降低 那么我们立行混凝土就要考虑冬季施工出生 第三条 向外部呢 简单处理了那个中面层 因为我们中面层呢 修好了以后 它就开放交通了 实际上也没问题 我们有一面层两层呢 实际上对于我们整个道路结构来说 已经是相对完整的 现在它三层面层相对来说 这个就是背景资料里一定是个高等级路面 这个时候啊 它四十米也是很宽的了嘛 这个高等级路面呢 在一开始开放交通的时候呢 目的就是能够我们疏导我们的社会交通流量 使得不必造成我们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交通拥堵 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 等到我们要铺上表面层的时候 中面层已经经过一段交通了 如果只是简单处理 就探浮肯定不行 因为中面层行车以后 肯定会有相应的杂物和损伤 正确的做法 抛除中面层的表层之后 表层之间需要撒棉层油 以利层与层之间的这个结合 然后再探浮 一定要进行详细具体的 具体的处理之后 不能只是简单处理 一定要具体处理以后 再去考虑施工我们的上面层 而我们的中面层已经经过磨损和磨耗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还得调整你上表面层的相应的厚度 以达到我们的设计比较高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第四题 接顺路口所增加的工作量 它这一部分如何计量计价 这个我刚刚在背景资料里面已经圈住了 尤其要注意它是新增的三个接顺路口 既然是新增的 那么这一部分属于我们的工程变更 因为合同内容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来合同约定了 这个时候他就问你如何计量计价 好办背景资料里面讲得很清楚 新增的这个路面结构 因为和我们已有道路结构是完全相同的 那就好办了 我们的项目管理也讲过 在市政进行班也讲过 就是什么 我们合同当中有适用的项目 直接适用 有类似的 没有适用的 那我就参照 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类似的 也没有适用的 我就由承包方来提出 交由发包人 或者是交由监理人确认以后 再交由发包人审核批准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此我们选择的 接生路口 由新建道路 这种结构是相同的 这是背景资料里原话 合同当中已有适用的综合担价及措施费 那么就按合同当中 直接已有的综合担价和措施费进行确定 直接套用了 下面我们看到第二大题 背景资料 某公司中标一座跨河桥梁工程 所跨河道流量较小 水深超过5米 河道底的土质主要是粘土 向上部编制了 维燕的施工专项方案 监理沈皮斯认为方案当中 以下内容描述出的问题 第一个 这个标高不得低于施工期间的最高水位 就是这个燕顶标高 他写了 不得低于施工期间的最高水位 钢板桩采用涉水下沉法施工 题目条件里告诉我 土质是粘土 维燕钢板桩从下游到上游河楼 就这几句话 我这么去讲 金讲班也讲 冲刺班也讲 冲刺班我还解释了 到了直播课上我也讲过 这三句话全部讲过 重复了这么多次 同学们应该已经把它当成一个常识记起来 包括到了考前压题班 这些话我都讲过 所以压题班的时候 我还特别指出这个数字要记是吧 那么你这个分就拿到了 那么项目部接到监理部发来的审核意见以后 对方案进行了调整 在维燕施工前 项目部向当地住建局报告 征得同意以后开始维燕施工 项目部向当地的住建局报告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发生了以下事件 事件一 由于工期井 电网供电未能及时到位 项目部要求施工班组 他自备发电机供电 某施工班组将发电机输出端 他直接连接到了多工程的开关箱 还把电焊机水棒和打焊机 这么多设备 接到同一个开关箱去了 以保证工地按时开关 要求同学们回忆一下 咱们施工临时用电管理当中 符不符合相应的规定 事件二 维燕施工需要吊车配合 因为吊车司机发烧就一 施工员就临时安排了一名吊车司机去代班 因为这个吊车支腿下面的土体下限 引起了吊车侧翻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项目部紧急调动机械 将侧翻的吊车扶正了 稍作保养以后 又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没有言无公信 下面第一题 针对维燕施工专项方案当中 存在的问题 给出相应的做法 所以读到现在目前 还没有看到超纲的偏题和怪题 所以在面授的时候也好 还是在我这个金奖的时候也好 我就多次提出这样的一个 我自己的认识 2014年之所以降分 是我们一级建造师有考试历史以来 唯一的一个专业就是试证 咱们还加分幅度非常大 降了八分 原因就是14年的难度可不小 它有很多的超纲的怪题 篇幅还是比较大 因此降分了 很多考生都是与传在面授的时候 去问我到底像不像 我说由于有了14年的前车之间 15年的考试难度会略降 它会调整自己的初期风格 因此咱们今年的分数线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 不会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题呢 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知识点 换而言之我们教材上有 第三班教材上就有 我们怎么给它改过来 光是这一个燕顶的标高 不低于施工期间的最高水位是不行的 你不比它低 可是要高多少一定要讲清楚 你要考虑最高水位 还有储备高度 它浪打过来 它就很可能就打到维燕里面 你维燕里把水抽干了 就是为了输干 给我们一个干燥的工作界面 你现在浪再打进来了 那就废了 而且还不安全 所以从这个上来说 正确的做法 为燕顶的标高 不得低于河道阴廉当中 最高水位的0.5到0.7米 包括这个浪高 一定要注意这个数据 我记得有学员问我这个旧教材 是不是数字跟它不一样 是一样的呀 没有不一样 所以教育同学们一定要记牢 就是0.5到0.7米 对吧 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以前的我们的真题 还考过相应的选择题 考过不止一次 第二个不妥的地方 就是我们背景资料 明确去讲了土质是粘土 但是它还用涉水成章 这在我们的冲刺班 我们曾经解析过 我们一旦用涉水成章 对于粘土的土质 很容易降低地基的存在力 突然下降 所以这是不能用涉水成章的 而且容易造成翻僵 因此我们题目告诉我是粘土的 当然粘土地址 是不能用涉水成章 钢板章不能用涉水下沉 第三个不妥的地方 我们背景资料里 写的钢板章 从下游和龙到上游 这个顺序是反的 这个是在我们经讲班也讲过 冲刺班也讲过 在我们考点预测班也解释过 也就是什么呢 等到我们这个钢板章的违远 如果是从下游到上游和龙的话 你在下游浊水落床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迎着水流 被水流冲刷 有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会造成我们整个 施工难度非常大 很难以和龙 所以正确的顺序是反过来 应该是填土从上游开始到下游和龙 这才是正确的 像这一部分考点并不难 还是比较常识的改法 同学们一看就知道错误 很容易改过来 第二题 违宴施工前还应该争得哪些部门的同意 这个违宴施工前应该争得哪些部门的同意呢 就有一些发散性思维了 这一部分在我们教材当中没有原文可循 但是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任何工序在开展之前 尤其是违宴这样的时空 它又编制了专项方案 所以我们要去找谁 同学们能想到单位 实际上都可以填上 哪怕实际上他不联系 那么你也给他写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这个是多多益善 我们对于案例题的打法 硬是教育说 应该乱枪打鸟 为什么呢 你也不知道你填队的哪一些 是能够想得到 首先你这个桥坐落在我们的航道上 这样子的话 肯定是一片水域上 这片水域 河道还是海市的主管部门要求同意 包括我刚刚讲的航道的交通管理部门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有违宴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轮船呢 它的航行 因此从这个上面来说 交通管理部分也要注意配合 同时还要有一些房状灯人保证安全 还有浮标 还有红灯警示等等是吧 包括还有公安交通主管部门 以及水利主管部门 因为你这位是在江海河海上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所以水利主管部门也要通知 以及当地的政府 以及相应的物权业主 这一部分呢 很可能你物权业主并不知道他会不会涉及 有没有相关物权归属问题 但是咱们给他写上 你求权 注意啊 这个时候呢 你写项目经理部 或者是监理单位 或者是建设单位 就有点不太贴切了 因为他问得很清楚 是哪些部门的同意 下面第三题 事件一当中 用电管理有哪些不妥之处 说明理由 我们把有问题的地方也给他圈出来了 一定要注意 是我们的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管理 首先啊 工期紧电网供电没有及时到位 这是不对的 既然你知道工期紧 那你电网拉过来 这个时间一定要所谓的三通一平 这个电通一定要保证 所以这个项目部呢 要提前做好各项物资准备工作 尽量要使用电网供电 这个时候由于你供不了电 马上用自备发电就有问题 第一个 这个自备发电是你自己的发电机 相对来说呢 我们讲了一个粗糙一点 它质量可能比较差 或者是供电不稳 或者是供电不足 也就是电压不稳定 功率不足 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呢 你自己要用你自己的机器 二个呢 还有燃料 有成本和安全隐患 因为自己的这一个呢 毕竟不专业吧 我们说呢 它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第三个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回答呢 我借鉴了一点 机电专业对于这一部分的一个规定 实际上呢 很多大型的施工企业 不管是机电安装也好 还是搞土建也好 还是我们的市政专业 有的呢 它是自备发电机的 因为正好碰到市政电网 整个断电的话 它如果现场暂停施工了 它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因此它有自备发电机组 它的安全性 什么都经过考核 它的发电工具啊 包括安全和质量都过关 那就没问题 所以有的发电机组 它还会并入现场的市政电网 去进行供电 或者是拉现场的临时接线过来 这时候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要向有关部门 因为咱们不是考机电了 你就是有关部门就行了 经过相关的审批核准就行了 这里就代表着你是通过核核的批准 你就可以自备发电 而不是说一旦看到自备发电 就肯定是错的 那不是得经过相关的准许文件 相关的考核和验收才可以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补充了一个理由 下面第三个不妥 这个很明显了 这个输出端直接把它接到开关箱 安全不符合规范 一定要注意 三级配电 我们不能直接放到开关箱 先接到总控制箱 然后设总开关和安保器 这样才可以规范 下面多种设备 一起接到统一的控制箱是不对的 因为一旦跳闸 你所有的设备就全部停摆 所以呢 包括你这些设备之间使用会相互干扰功率不足 因为你这么多设备用同样的统一控制器 它的功率会分配掉 所以呢 很可能就功率不足 应该根据相应的功率 分别设立控制箱 下面第四题 我们找了一个汽车司机 能不能操作吊车 一定要注意啊 当然不行 这部分的错误很明显 按理毕竟资料当中呢 我们实际上来源的一个题目的来源 我多说一句啊 倒不是说官方发布的渠道 没有官方发布的渠道 那么我们有些热心网友啊 有一些考证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题目 根据回忆呢 我们组织了一个进行尽量详细的题杆 尽量详细的题杆呢 也会有些疏忽 那么原体讲的就是找了一个汽车司机 来做吊车司机 那么这个汽车司机 它有没有特重设备的操作资格证啊 没有 这就是我进行办 充斥班多次强调的 企业一定要有资质 人一定要有资格 人要有资格的话 尤其是我们这个吊车起重设备 它属于特种设备 你要做安全监督检验的话 它还要有个特种设备 安监机构去特殊给我们 起重设备 有专门的程序去审批审核的 它的安监都比其他的设备呢 来的负责 当然你这个操作人员 就要有个特种设备的操作资格证 如果不具备这个资格证 就不能上岗 所以呢 你这个吊车特种设备呢 一定要有操作证的人 你汽车司机是不能带岗的 第二个题 事件二当中 吊车扶证以后 能不能立即投入工作 当然很明显是不能的 相应来说 从安全事故的处理原则上来讲 虽然他没有人员伤亡 他仍然是事故 依然要找到相应的原因 找到责任者 仍然要处理 也要让周围的群众和工作人员 受到教育才行 还是那句话 我们安全事故 是不放过原则 你没有确定原因 没有分析出事故的来源 没有让责任者受到处理 你就把它吊起来 为了赶进去 让他工作 那么就违反了我们 安全事故处理的 事故放过原则 所以我们安全事故处理当中 我在多个班子当中 经常去强调 首先并不是 把事故心肠清理掉 我们的第一步 确实是抢救伤员 同时要报告事故 第二步 我们是要叫事故现场调查 所以你第二步应该做好的是保护事故现场 而不是马上清理 所以他这个原因就错了呀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 吊死心肤是事故按照要事故放过原则 你要去处理的呀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事故原因没有查新不放过 事故责任者没有受到处理不放过 我们刚刚讲过了相关人员没有受到效益不放过 事故没有定义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不放过 所以你这时候安全事故你没有处理 即使没有人员伤亡 你这里也要保护现场而不能清理现场 应处理好基础核算存在力 第二步呢更需要同学们注意不要忽视 假如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我把吊车扶正以后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还不行 想想看吊车为什么会轻浮 肯定地基存在力不够 所以我们地基存在力要做核算 要做检验 要做计算 如果不够的话 要提高我们地基存在力 比如说移走吊车 对于我们地基进行预压 或者是给我们吊车 加上整箱整木 所以你技术呢 要核算我们存在力 吊机本身的检查维护以后 才可投入工作 因为你吊车这一摔 可能有些零部件就会松滑 可能它的安全限位机构 已经失灵 等到它真正操作起来了以后 它不能限位了 又失灵了 又会有更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对于这一个吊车本身 还得再检验投入工作 下面第六题 事件二 项文部在设备管理方面 存在哪些问题 给出一个相应的正确做法 还是在我们说事件当中 我们看 其中设备管理制度很明显 它有很大的缺失 因为你没有严格的设备管理制度 你所以才会有事故出现 所以要监督执行 同时特种设备的管理 工作不到位 因为你随便让一个 没有资格证的人 就来操作这个吊车 也很有问题 所以要定岗定人定机 而且要有补港人员 因为我们不一定一个人 他可能有意外的情况 是吧 可能有个头疼脑热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有不定的补港人员 现场安全监督 也有一些做的不足的地方 有漏洞 它应该计算第七存在率 我刚解释过了 不一个的去说了 验算设备的强度 刚度稳定性 做到了遛不掉 我这里多说一句 建筑师傅讲个实不掉 咱们实际有一个遛不掉 看好 也就是超负荷不掉 这个底下有人不掉 指令不明不掉 官不正 我们官不正 不牢都不掉 视线不清不掉 未经确认不掉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把这个安全引化 扼杀在摇篮里 确保我们施工整个过程的安全 所以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它又考了等于在这一小题当中 又涉及到了一个设备管理方面的知识 但是这一点并不超纲 原因是你到背景资料里去爬 背景资料里扒了 你们有哪些问题 都是吊车出现的问题 吊车轻负了 那很明显 对于吊车本身管理不合格 同时你又找了不相关的人员 没有资格证的人员上岗 那么也是一个现场安全监督 对于人员监管 资质管理的 那一个不严格和漏洞 所以都可以写进去 都是根据背景资料 可以坚定申请的 所以本身这个题目难度也不大 好 下面我们看第三道大案例 A公司纵标长3公里的 天然气钢制管道工程 管径300毫米 设计压力0.4兆帕 采用了明开槽法施工 相互过拟定的燃气管道施工程序如下 沟槽开挖 然后挖好了以后 按管道焊接 好 这个在考试当中是一个空 让我们填中间这个工序是啥 然后这一步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催少管道 然后就要做个什么实验 实验以后呢 回填土到管顶以上 好 它这个0.5米 今年没有烤我们 虽然我在很多班制强调了这句话 但是它没烤 是吧 它0.5米直接给我们 然后又是做什么实验 然后汗口防腐 肤色什么东西 一字 然后填土到设计标志 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烤的呢 等于就是一个燃气管道相关的知识点 所以管道呢 对于我们来说 今年肯定要烤 在我们之前考前就预测到 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对于工序 要求同学们要把它填进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发生了如下事件 事件一 A公司提取重标价的5% 作为管理费以后 就把这个公司 整个工程 包给了B公司 B公司组建了项目部以后 B公司 它以A公司的名义 组织实施 事故 错误非常明显 是吧 法规也讲 项目管理也讲 事件二 沟槽清底时 这辆检查人员发现局部有超挖 最深的时候呢 挖了15公分 且潮底土体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 工程施工完成 并达到下的基本条件以后 建设单位呢 组织了军工验收 第一个 施工单位已经完成了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监理单位 以及设计单位 都出去了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监理单位呢 出去的叫什么名字 叫个评估报告 事件单位呢 出去的是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报告的名字不一样啊 然后呢 第四个呢 工程质量检验合格 检验记录呢 也是完整 第五个 也按照合同约定的 已经支付工程款了 好 后面还有一些欠缺的条件 首先我们看好第一个问题 题材当中 ABCD 裹不起来 让我们去填了 所以教学同学们 你印象深的话呢 你就去回忆回忆自己做的是什么 如果是16年的考生呢 我们现在呢 可以点下暂停 你往前倒一倒看 你可以把那个程序记一下 为了方便我们的这个授课呢 我在这个底下 把这段文字又给它复制一遍了 我把这段文字又把它画在这里了 这样子的话 你们就不用来回去倒啊 我也不用往前翻了 钩槽挖好了以后呢 我就把它管道下去 然后安装 不够长 我就给它焊长 接长 然后呢 再跳一步是管道催少 那就说明 这一步是欠缺的什么 你把管子整个接完了 它的阀门呢 连接件呢 法栏呢 这些的附件 都是组件安装 所以呢 我就有组件安装 装完了以后 管道催少 催少干净了 我们就要做什么实验 我们的强度或者水压实验 一起强度实验已经 水压实验已经 这个时候呢 做这个实验 灰天土到这个管子上方 半米 然后去做什么呢 做个严密性实验 严密性实验 做完了以后 确实不露 那么我们汉口终于可以做防腐成了 因为你不能先做防腐 要不然它露不露 看不出来 那么 做完了严密性实验以后呢 就做防腐 然后辐射什么呢 很多考生和我教理 第一次他都写出来 就是这个辐射黄色的景色带 因为它是一个燃气管道 有些学员 他把这个燃气管道 他忘了 实际上我们在金讲班也好 冲刺班以后 都提过这个颜色 因为以前有选择题呢 考过这个颜色 叫一个黄色的景色带 是吧 今年呢 考了这么一个步骤 然后呢 回填土造设计标准 第二题 事件一当中呢 AB公司的做法 违反了法律法规当中 哪些规定 这句话呢 印证了我在金讲班的时候 讲过这个问题 这以后一定是我们考试的 一个主流趋势 他会考工程经济 他会考法规 当然更会考项目管理 与我们市政专业的结合 这里就考到了法规 当然这部分同学们 只要学的比较扎实的 应该还是比较好判断 首先 我们只收取管理费 把整个工程 不管也不做 全部转给另外一个公司 这明显就是转包 换而言之 它也属于违法分包的一个性质 那么这是违反规定的 同时 B公司贸易 A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 也是不行 这都是严禁的行为 是吧 那把它包给B公司不妥 违反规定 为什么 你所有的工程都包出去了 当然包含了主体工程 和关键工序了 不得分包 你要是分包的话 要么是在合同当中约定 要么是经过建设单位的同意 当然 你这里还有一个不对的地方 实际上你这种行为就是转包 一定要严定转包 所以A公司期许中标价5% 作为管理费 那当然也是不对的 对不对 因为那总分包 按照分包合同相当中的约定 去进行执行 你这一个只要有 可以允许的分包 那你把它分出去 剩下的工程 关键工序 主体部位还要有总包自己做的 你不能一点都不做 第三个 B公司组建项务部 以A公司的名义 组织施工不妥 注意啊 这部分呢 还是违反规定 分包单位 以自己的营业执照 这一项法人名字 去组建项务部 你不能贸认他人的名义 对吧 第三题 依据城镇燃气 输配工程 施工 以及验出规范 对于事件二当中的情况 应该如何补救 处理 指的是事件二 怎么去做呢 希望同学们看清楚 这部分不超纲 教材当中的原文 这部分教材的原文 我们进讲班讲到了 冲刺班也讲到了 要求同学们就是注意 这些措施 虽然是考的技术点 是第一大章的内容 但是它确实是 能够考我们的案例 再次也印证了 我们之前所说的观点 每一道大的案例题 至少有一道技术要点 对吧 就考到了这个技术题 所以这个教材原文 并不超纲 这里我提示也少一些 因为我们之前的班级讲过 潮底潮挖呢 是不对的 或者说潮底潮挖是严静的 因为你扰动了 地基原状土 这个原理我们讲过 很多遍不重复了 但是如果我就是一点疏忽 扰动了咋办 补救啊 那么就用挖潮原状土的 回田 然后把它夯执 基地如果超挖了 15分以上 教材上我们讲过 我们就用换田 集配沙石的措施 且压石度 保证要不低于 原地基土的相应的密实度 保证了我们这个地基土 还有具有相应的 原来的存在力 指的是这么样的过程 第四题 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规定 补充工程 竣工验收的基本条件 所做的那种 希望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一部分呢 你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答法 这个简单的答法 就是参照什么呢 咱们法规也讲了 项目管理也讲了 就是竣工验收 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你比如说 施工单位要交 工程质量保证书 在案例背景资料里面 没有提到 而且我们要有监理 勘查 设计等各方 共同签署的资料认定文件 包括还有消防 这些单位 还有环保这些 出去的任何准用 准许用的 这样的一个许可文件 这些都是我们 背景资料欠缺的 那你要想简答的话 这应该也能拿到满分 就按照我们法规教材 或者项目管理教材 我们竣工验收的 一个满足的条件当中 去回答 这真的是个老考点了 到15年 等于又考了一遍 实际上竣工验收的条件 在我的这一个大数据班 包括习题班当中 分享的案例当中 都举过我们这相应的案例题 等于跟这部分的支点 完全重复了 就是按照我们教材 上面原文去答的 但是我还是另批蹊径 我也把它答得更完整一点 不按照材这样的一个 千篇一律的教材原文去答 但是道理是一致的 我们换一种答法 你们看看 也是一样的 分数应该都能拿到满分 首先要补制一部分的基建文件 也就是要有规划许可认 附建附图 审定的设计批复文件 施工许可认 或者是我们开工的审批手续 还有质量监督的注册证计表 这些就代表着 我们文件档案资料有齐全 第二个质量报告 那么也就是说 你刚刚只讲到设计和监理的 我刚刚说的 勘查设计监理 共同签署的质量认识文件 你还少一个勘查单位的 质量检查报告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 这里可以讲的很细的 你这个勘查单位的 质量检查报告 应该包含了勘查单位 对于勘查呀 施工过程的地基处理的情况 进行检查 提出质量检查报告 然后呢 进行项目勘查 有关的负责人进行审核 然后肯定要签字坐实的 是吧 下面第二个 设计单位的 刚刚讲了 它有的 质量检查报告 这是有的 如果细化的话 就是设计单位 要对于我们图纸嘛 就设计文件 和设计变更通知书检查 提出质量检查的报告 然后也要进设计的负责人 以及单位的有关负责人 审核签字 施工单位呢 还有一个工程竣工报告 对吧 还有一个监理单位的 质量评估报告 我们的背景当中呢 这个工程竣工报告 也是施工单位的报告 它没有 这也是我们应该补充进去 这一个评估报告呢 是监理单位 对于工程施工质量 进行评估 经总监工程师 和有关负责人 审核签字 如果我们有的同学 补充的是双括号1234的标题 也可以 不一定非要后面解释 只不过我们现在 身体解析班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写的完整一点 下面认可文件 我刚刚讲了 这就必须要补充进去 成像规划行政助盟部门 对于工程是否符合 规划设计文件的要求 进行检查 也要有认可文件 我们说了还有消防 环保 技术监督 人房等部门出去的认可文件 或者是准许使用文件 我们刚讲了 是吧 包括还有一个 成见档案管理部门 所出去的档案资料 预验收相应的准许文件 合格的文件 预验收合格的文件 那么我们资料验收资料 还有什么呢 单位工程的资料验收记录 单位工程资料控制资料的核查表 单位使单位工程安全和功能检查 还有主要功能的触查记录 从哪来 实际上咱们项目管理的教材上 也讲得很非常清楚 单位工程资料合格的话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都有这些东西 市政公用工程应该负有的 资料检测和功能性的实验资料 工程使用的主要建材 建筑材料 建筑购配件和设备的进场实验报告 后面其他文件 就是我提到的 它也主要缺少的 市工单位的工程资料保修书 它没有 背景资料里面没有 包括我们说的竣工移交证书 和要提关的其他有关资料 这部分就打得非常完整 当然同学们 直接按照我们教材上 原有的这个打法 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在习题班 还在我们的大数据班 都提过相应的案例打法 这是比较简单的打法 所以对于这里 我有意地换一下形式 这里讲得非常完整 好 下面我们看到第四道案例 背景资料 某公司中标污水处理厂 升级改造工程 处理规模70万方 其中包括中水处理系统 中水处理系统的配水井 是举行的钢筋混凝土的 半地下室解决 平面尺寸是17.6乘以14.4 高11.8米 设计水深是9米 那么底板和顶板厚度 分别是1米1和0.25米 这个施工过程 发生了如下的一个事件 事件1 配水井机坑边坡坡度 是1米0.7 这个机坑开挖 不受地下水影响 它不受地下水影响 采用厚度 是6到10厘米的 细时混凝土扑面 配水井顶板的线胶混凝土 采用扣件式钢管支架 支架扑面 4缸11 我们试题测试上给我们了 是吧 方案报公司审批的时候 主管部门认为 机坑缺少降排水实施 顶板支架 这个支架缺少重要的杆件 要求修盖补充 这个倒是结合我们 施工现场经验 是比较多的 教材上尤其是 缺少的杆件 不多 没有写得非常详细 要求同学们 要结合部分施工经验 去回答了 这个难度就上了一些 事件二 在机坑开发时 现场施工员认为 土字叫好 你取消 细石混凝土后面 被建立工程师 发现以后制止了 叫停了 事件三 向外部识别了 现场施工的主要危险员 其中 配水井 西式机 等等 向外部针对危险员 编制了一个应急医院 给出了一个具体预防措施 事件四 施工过程当中 由于是被安装工期压力 中水管道 未能进行功能性实验 管道没有进行功能性实验 就进行了道路施工 中水管在道路两侧 施运行时 中水管道出现了问题 破开道路对中水管 又要进行修复 又有了经济损失 180万 施工单位为此 它向建设单位 提出了费用所赔 下面我们看到 这个图4-1 这就是配水井 顶板支架铺面的示意图 首先这也就是一个 大水石子的 对吧 因为它是个半地下室结构 你看到 这是地面 是不是半地下室 它有一半是在地下的 这是一个基坑 挖了一个基坑 然后这就是一个水石子的石壁 然后这底下就是底板 对吧 这就是底板 然后就是在这个磁体的顶板这部分 首先降排水措施缺少 还有一个顶板这一部分 有竹胶板 有小梁 有主梁 还有可调的拓撑 它认为这部分构建缺少 要求我们补撑 对吧 而且呢 这也是一个个的对拉螺栓 这一个的对拉螺栓 螺栓的细部结构 我们后面还有的 这个外面的 相信的这个螺栓 它的细部构造 你看好这图4-2 典型的一个对拉螺栓吧 对吧 他把两个模板给它拉一块 他就会问我们这个A 这个是什么构建 实际上我们时空现场 有些经验同学就知道呢 我们这中间是打的混凝土 这打的混凝土 我们就用对拉螺栓最后这个螺栓要拆掉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它中间漏水 防水 这里有个止水 应该是止水钢管 钢板 钢带 应该这么说 不能说止水钢管 这上面是钢管 这里是个止水钢板 或止水钢带 外部的这个模板到最后要拆掉的 下面呢 4-3 这是拆模以后螺栓孔 因为拆模以后这个对拉螺栓 不可能留在我们工程尸体当中 你什么时候看到水池有个螺栓呢 所以这螺栓要拆掉 就有个眼留在那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鼻 灭封材料 我们要有防水混凝土把它堵上 那指的就是这两个图片 首先我们看到图4-1 这个机坑呢 缺少哪些降排水的设施 这还相应的好说一点 因为降排水设施呢 是我们市政的一个特色考点 今年又好了 而且它考的不难 它只问有哪些设施 你就想好了 它的降水深度是多少 你去选什么样的景点 是喷射景点 放射景点 还是我们管景 还是深情景点 还是清晴景点 这个反正是 你要根据题目条件去判断 顶板的支架 它缺少哪些重要感见 这要求同学们呢 要结合市场经验 我们施工现场的这个经验 要能准确的反映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看看题目条件里讲的一个问题 首先呢 它讲了一个降排水的问题 我们就要想知道 这个机坑到底挖了有多深 实际上我们题目条件 就能看得大差不差 半价字构造的这个配水井 高度都11.8了 所以它已经超过10米深 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 至少降水要超过10米 而且我们还要把它降到 这一个机坑底以下半米的位置上 因此呢降水这个深度还是比较深的 因此我们就用管井比较适合 因为这个深度是比较深的 当然你要用二级还是三级景点 我们也可以延伸我们的降水 反正一级是不够的 如果你要用轻轻景点的话 就一定要留台阶 可是我们刚刚的机坑就是斜坡 1比0.7的 它没有台阶 所以呢 相应来说主要是管井或者是喷射景点 下面 从这一个这一部分的降水设施 这是第一个核心要线 你把水收集到管井里面以后 你不抽走 那水不还在地下吗 因此呢 我们有的积水井 还要有排水棒把它抽走 这一个排水棒 把水抽到这个排水管道这里来 然后肯定要排到我们地面上 相应的排水沟 把它输到排走 排到地下的我们管网也好 排到附近水体也好 总统是要把这个水排掉的 所以还要配合排水沟 下面顶板自驾所缺少的杆件呢 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也再去看看这个图片啊 它只有这些梁和撑 或者是说只有这些板 只有这些托层 这个托层只有我们数字上的方向呢 只有数字方向上的变形才能抵抗 可是本身就像支架和脚手架一样 它之间还有水平的变形 因此呢 它还要有反撑啊 剪刀撑啊 目的是要控制整个平面内的稳定 所以我们还缺少呢 斜撑水平撑和剪刀撑 二 也就简历成 所以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缺少的杆件 它还有个内称系统 有很多同学想不出来 这个杆件还缺少什么 但是这里多说一句 实际上还可以添什么呢 这个杆件它至少没有讲 我们一直讲这个杆件 是这一个相应的支架 那么这个支架的杆件呢 它在我们的地基上呢 很考察我们的地基的存在力 为了减少对我们地基存在力的这种减切破坏 所以我们要给它加上电板 因此这一部分呢 对于缺少的这些重要杆件来讲 你加电板就有点不是那么太贴切了 但你写上它也不会倒口分 所以你要找杆件的话 就说明和支架是要支持在一起的 这时候你也想 是应该要有这些撑 对吧 来保证我们系统稳定 第二题 指出四缸二四缸三AB的名字 结束这个工程采用这种形式螺栓的原因 这一部分呢 我们刚刚讲过 题目难度呢 是有一些的 因为有些同学们最怕看图 原因是呢 时空现场的经验呢 比较缺乏 他并不知道呢 应该放一些什么进去 而我们教材当中 讲到了钢板制水袋 讲到了我们这一个 细式混凝土 或者是我们自防水的混凝土 防水混凝土的时候 不会把我们这个题目的图写进去 所以就缺少了一个活学活用的移植问题 但实际上这两个名词呢 同学们都不抹成都讲过 那支水钢板 对吧 或者叫防水支水片 然后呢 打的是防水混凝土 因为你要把那个螺栓眼给它堵住 你螺栓眼给它堵住 你拿个钢板是堵不严的嘛 你那个钢板跟混凝土 怎么结合在一起呢 所以肯定是拿混凝土给它抹上 而且这混凝土的特径是防水混凝土 这一部分呢 就是堵螺栓眼呢 希望同学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对吧 包括我这里隐身一下 就比如说你建筑食物 你这里 你支设这脚手架的时候 你和我们以线建筑物呢 进行我们拉结的过程中 这个杆建啊 和我们建筑尸体进行拉结的过程中 就会留一个脚手眼 脚手眼等你脚手架一侧 你这脚手眼不可能留着吧 你也不能拿一个干砖就塞在里面 你肯定要拿商家呢 要给它封堵住 这就像防水混凝土一样 你要给它堵盐似的 所以呢 这两个呢 名词要记住 采用对拉螺栓 什么原因 一个模板呢 它的支撑结构的支点 它可以平衡两侧模板的压力 啥个意思 因为这模板呢 是两层 是外面搭设一层模板 这里面搭设一层模板 因为我们的模板 不可能是一个空壳的 然后拿完了以后 往这个壳里交混凝土 现场不是这么做 现场是这里一片模板 这里一片模板 那我想这模板刀出来 以后往这里 你去打持续的混凝土的时候 我就用对拉螺栓 把这两片模板给它拉一块 这样的话 这个混凝土不是对这个侧壁有压力 就被这个螺栓 螺帽子里的之间 螺纹的紧接力给平衡掉了 第二个 它还可以调节 这个内外侧模板的间距 提高这个结构的整体性 因为它这两个螺母可以松掉的 可以把这个模板的间距 按照你设计的要求去拉伸的 因此我们用对拉螺栓 这个对拉螺栓 在我们进行办法 看过像应的实物图片 第三题 事件二当中 监理工程师 为什么会制止现场施工人员的行为 取消混凝稀石混凝土行不行 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户面应该履行什么样的手续 注意 就像我们之前一讲讲到单选题 你喷射混凝土一样 你这个西式混凝土 是为了户壁的 是为了维持土壁的完整性 让土壁更加稳定 或者说平衡 土压力 你这里由于土字较好 你也没有经过相关的验算 没有核准 没有审批 你认为它土字较好 不会掉下来 你就取消了这个户面 那很容易就会有垮塌事故 所以教授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首先应该户面维持稳定 你即使认为土字较好 也要由专业人员进行验算 核算 提出报告 审批以后才行的 所以我们这里说 任何人是不得擅自改变 激坑安全结构的 取消西式混凝土 户面容易降低 激坑面的稳定 我们讲过 那你这个时候 你要想变的话 你就要进行设计变更的手续 那么也就是监理和建设单位 提出变更要求 然后设计 他自己会核算 行不行 安不安全 统一了以后 再由监理去签发变更通知 以后才能执行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手续 下面第四题 事件三当中 现场的毅然毅报物体 未请原还有哪一些 需要同学们注意 事件三我们的这个题材 可能不是特别完整 但是至少让同学们要知道 你觉得毅然毅报 只要是能够烧得起来的东西 你都给它写进去 相对来说 这一题也是一个发散性思维的东西 题目难度呢 并不抵 因为我们教材 没有原文毅然毅报的未请原 很多同学看到这个容易发慌 实际我们讲 我像这种教材找不到的 每一年我们的试证不少于20分 所以希望同学们稳定一下心情 你能写什么呢 就给它写进去 首先你比如说 你这个梁板 如果是用木头的 能烧吧 而且我们的那个 有同学说 你木梁从哪来的 竹胶板从哪来的 不是我们的四杠一图 告诉我们的吗 这些东西都能烧得着呀 所以是毅然的 包括你有些缝的密封材料 胶起都能烧得起来 运用的材料 它是有一些油膜的 也能烧灵火和七个气体 包括相应的模板 还有油啊 还有包装材料 你感觉到能够烧得起来的东西 都可以往里面去填 第二题 事件四 所造成的损失 能不能索赔 说明没有 难度不高 这一点 我们2015年考索赔 考的挺简单的 所以呢 对于今年来说呢 吃证食物的这个学员来说 应该不会觉得 这个题目特别难 所以我这么认为啊 通过这15年的 这个试题的这个解析 至少我们觉得 比14年要松一口气 说明你们今年参加考试 那就对了 对吧 相对来说 比14年难度是略低的 我们这部分索赔呢 它非常的明显 因为呢 我们题目背景资料里 讲得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说 是我们这个中水管 它没做实验 到最后 它输入了 再把它挖开来 造成了工期的研制也好 多花了钱也好 那就索赔不了了 因为做实验 本身是我们施工必备的内容 你没有做实验 是施工方自己的责任 我们所说索赔 成立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就是非承包方的责任 第二个是造成实验的损失 也就是影响了总工期 或者是多花了钱 第三个才是我们28天的即时性 可是后两个 我们这个资料都没有考到 它就考到了一个是谁的原因呢 它就是施工方本人的原因了 那当然不能赔 第六题 配水型满水实验 至少应该分几次 分别要列出每次的沖水高度 注意啊 我们教材这部分是有原文的 只不过这一题弄了一个小九九 它给了我实际的标高 要求我们填高度 这里呢 就有那么一点小陷阱了 至少呢 我建议我们的学员能够拿到一两份的呢 是你前面的答案要讲 配水型满水实验注水呢 至少分三次这教材的原文 怎么至少分三次呢 教材当中的原文的原则讲得很清楚 每次是设计水深的三分之一 这一部分呢 在我的冲刺班也好 还在我的考点预测班 金奖班都重复过好几次 它不是这一个水池高度的三分之一 一定是设计水深的 所以千万不能带出数字 那么多数字我们要带的是九米 我们题目条件里告诉我设计水深是九米 所以你去乘以三分之一才行 那一定要看清楚 所以呢 这句话分数应该拿到 但是呢 我们这里呢 先看好一下 我们第一次注水怎么去注 那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看清楚 这个水池的实际上应该是比较大的了 应该算是一个中性水池 所以你从这个上面来看呢 还要有一个注意的是 我们有一个小的细节 教材上的原文 第一次注水之前 先要把水先注到10毕底部10公分以上 去检查我底板漏不漏 然后没有漏的话 才注到第一次的水深三米 希望同学们注意啊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第一次注水到10公分以上 这一部分不能算作一次 你应该是注射到三米以上 这才是第一次 你只不过第一次当中 有这么一次去看 这个底板漏不漏而已 为什么他这里不算一次呢 我这里要说一下啊 你这三次中间 是要至少隔一天去观察的 可是我这个底板漏不漏 没有提出要间隔多长时间 所以他是把它算在第一次里的 所以建议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我这里说三次 有同学去写四次的 所以我这里呢 先要看底板漏不漏 我怎么知道第一次注水要多少呢 原来呢 我们标高是490.6 后来我们这个底板呢 0.14从哪来的 有的 听过背景里的这个图呢 实际上告诉我们了啊 要求我们看看 看清楚这个图 在这呢 底板底面的标高 是490.6 然后他第一个缝 斜脚牵过来 就在这呢 1.4 所以你要把这个0.14给他夹进去 看看他底板漏不漏 会不会从这一个脚这里漏出来 是吧 所以呢 我们第一次呢 肯定呢 要交到四公分以上 那就要交到492 可是这不能算第一次结束 我们要接着交三分之一的设计水深 接着交三米 所以呢 492是一个整数的 再加300毫米 300毫米 对不对 三百厘米 这里说说了 重新做 再加多少 再加三百厘米 也就是说什么呢 是三米什么 再加了三百厘米以后 我们第一次注水深度应该是792厘米 第二次再加三米了 对吧 再加三百厘米 然后第三次再加三米了 所以呢 相应的是数字 我们一个就读了 我们设计水深的相应的标高 建议同学们这样的一个参考答案 好 这就是我们第四道案例题 下面最后一道案例题 相关的背景资料 我们看清楚 某公路陈建城市的主干道地下隧道工程 长呢 520米 单位双重类型钢筋混凝土的机构 采用的是明强万座的 就是安发法 这样的施工 这个隧道机坑深十米 间隔安全等级是一级 机坑之后与机构式断面示意图呢 如图五所示 这个维护桩呢 是钻孔棺桩 结水维木 它写的是双排水泥涂搅拌桩 两道内称中间设的是立柱支撑 立柱的支撑 这个机坑侧壁于隧道的侧墙呢 看好了 近距只有一米啊 下面第五题 这个呢 图五呢 因为我们现场的拍摄的照片了 所以它不那么清晰 你看一看啊 就是我们从这个机坑知乎上这里来讲的 我们一直所说的这个立柱 这个就是立柱 从底上来说啊 这里我们有传立带 这我们机坑底一步的往上走嘛 一步的走 有立柱 然后有第二道的内称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道的内称 这是我们的整个隧道的这个中心线 我们能够看到的 旁边呢 还有相应的一些管道的设置 下面项目部编制了专项施工方案 确定了机坑和施工的主体接口的施工方案 对于机构施工呢 它的拆称换称进行的相应安排 施工过程当中呢 发生如下事件 第一个事件进场踏勘 发现有一条横跨隧道的架空高压线 无法转移 水泥土搅拌机啊 它是有设备的呀 你想想看什么叫水泥土啊 我一边就地切削土体 一边打水泥下去 因为你含水量高 就形成了一个水泥土 沙粒 水混合着搅拌的这样的一个板结固体 以滴滴滴滴的这个存在力嘛 那么这个时候 但是你这个搅拌机呢 它有搅拌杆的这个时候它设备比较高 你距这个高压线呢 就是在危险范围内 导致高压线两侧呢 20公分范围内水泥土搅拌机 它根本就没办法施工 它告诉你 相互物建议变更这个范围内的这个接水帷幕 你就不能用水泥土搅拌杖了 那建设单位同意实际变更了 事件二 相互物编制的这个专项施工方案 隧道主体机构拆称换称的工作流程 它给露我们了 底板呢 先是做电层 我们刚刚那个图呢 最下面是底板 然后第二步干什么 第三步是传立带施工 第四步干什么 这是让我们填空的 第五步是隧道的中墙施工 第六步是侧墙和顶板施工 第七步 机坑侧壁和隧道侧墙的间隙回填 第八步是干什么 肯定是让我们去填的 事件三 某日上午监理人员在巡视工地的时候呢 发现以下问题 要求立即整改 第一个 开挖工作面位置 第二道支撑没有安装的情况下 就已经把它挖到机坑底了 第二个 为了方便挖土作业 挖掘机司机 擅自拆除支撑立柱 它的个别的水平联系梁 当日下午 项目部接到机坑监测单位 关于维护机构变形 超过了允许值的报警 第三个 以开挖至机底的机坑侧壁局部位置 会出现了漏水 水中夹带少量的逆差 首先 第一个问题 要求我们补充本工程应该提交专家论证的方案 这一部分呢 在我的压题班 在我的金奖班 考点预测 几乎每个班结果都提到了 我说了 我们2015年必考 那么这个考呢 不是咱压题准不准的问题 而是因为它是重中之中 它就是个热点 你要把它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享工程 全给它找出来放进去 而在每次我们的网课 面课课 我都说 有的时候考案例到简单了 你不记得数字 不记得那个规模标准是什么 也行 干什么 你觉得危险的全给它扔进去 它按点给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什么呢 首先你按挖 这个隧道的深处呢 超过5米 我们按挖施工 这个方案要专家论证 还有包括石撑机坑的什么 开发方案 超过5米1 还有个大体积混凝土胶柱 运力相应的张拉 还有呢 吊装运输方案 交通岛型 机坑的降水 包括降水深度也高 那么机坑降水 还有高压线的环境施工安全 机坑的支撑 一千尺方案 平心而论 很多我们规范当中 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方案 咱也写进去 是你想到的这些工序 能够涉及到的 我们都要提醒 我们专家论证 第二个 事件一当中 像二部 你变更 节水帷幕的形式是什么 说明理由 水泥土搅拌装 你要切削土体 要喷浆 所以它高 因此我就想做一个 不要那么大高度的 你跟高压线不就远了吗 哪一个好啊 我们一直推崇 实际上我们经常去讲的 就是地下连续墙 你去做倒坑倒墙 然后放钢筋笼 然后浇荤凝土 就在地面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说呢 我们替换地下连续墙 相应的理由呢 教材当中的原文了 这里我快速带带啊 因为地下连续墙 我经常把讲的挺多的 地下连续墙强度大 变形小 隔水性好 满足实际机构要求 分段时空 为什么 我们有接头管的嘛 对吧 我们在之前的案例题 我们还解析过 包括选择题 我们这张卷子 我们讲过的啊 地连墙的分段分节施工 避开了高压线 影响范围 第三个 地连墙虽然造价呢 比双排张高 但是设计变更恰当的话呢 可以兼做足体机构的撤墙 总造价呢 也未必增加 因为设计变更恰当的话呢 是兼做足体机构的特强 我一直强调 它以后可以不拆的 那么关键有一个特点 这是根据我们背景资料 一定要写进去 你光背书不行 基坑测壁与隧道撤墙 它的近距只有一米 既然你就是这一米 我把它挖成岛墙这么多宽 然后就往里面 灌一米宽的这个混凝土 你不就直接是基坑测壁 兼做隧道撤墙的 这样的一个地连墙了吗 所以它这个一米厚啊 正好 我们一般地连墙就是这么几米厚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条件来说 我们采用这种形式 第三个 项目部办理设计变更的步骤 项目部设计变更有哪些步骤 这一部分并不超纲 设计变更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是我们项目管理这门 公共基础课 也应该给它讲明白的问题 怎么样办理设计变更啊 相关人员进行可行性调查 确实应该变更的 提意见 向谁提啊 向监理和建设单位去提交变更报告 申请 然后呢 建设单位去找设计单位 他同意 同意完了以后呢 再转交给监理下达变更通知 项目部拿到这个通知 去调整四组 必要的时候组织专家来认证 然后执行变更 这个顺序是完全正确的 而我们项目管理讲的 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施工方呢 发现我们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图纸的错误 我们有义务把它提出来的 你不能说图纸错了 凡是你的责任 我就将错就错 不行的 这个错误提出来的时候 无论是分包方还是总包方 能不能直接找设计啊 不行 因为你施工和设计 没有合同关系 那么你这时候找现场监理 没有监理的话 找现场建设单位代表 找了监理 监理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建设单位 监理也不能直接去找设计 由我们建设单位找设计 看看有没有必要改 怎么改 然后拿完改完的图 交给建理 建理再交给我们使用能力 一定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 所以第三题难度也不大 同学们这个分数应该拿得到的 补充主体机构 与拆称换称工艺流程 那么也就是我们刚刚的几个双括号 我把这一部分的解答双括号 又复制在我这个解答当中了 原因是让同学们看得清晰一点 省得往前去翻了 隧道主体机构拆称 第一步是个底板电层 没问题 然后电层完了不就是底板吗 所以第二个肯定是底板施工 然后第三个是船离带 是提供条件告诉我的 船离带做完了以后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防水层 然后呢隧道纵向施工 六侧墙和顶板 然后呢是机坑侧壁 与隧道侧壁间隙回填 这些都是提供条件告诉我的 他就问你最后一步干什么 你想想看我们所谓的这个暗挖法 最后肯定要恢复路面了 那么也就是所有的支撑拆掉 才能完成整个的隧道断面 隧道才能开通吧 这个时候你隧道开通了 所有的拆除 支撑都要拆掉 然后呢路面恢复 这是第八步是吧 第五题 本机坑的监测项目 这部分呢在考后 我和学员交流的时候 我说这题也简单 机坑的监测项目 在我们的市政专业教材有原文 可能它和我们的背景资料 不是完全吻合 你全给它背上去 也能拿到满分了 它按点给分的 所以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经济办对于监测方案说 我们说可考多选可考案例 一直强调的就是什么一个问题 你要会背的话 这一部分监测项目 直接给它填进去 那么相应的这个建设项目 我们题目当中还应该有什么呢 地下连续墙的顶部 因为我们讲过 这个内称啊 由于它是一个悬挑的结构 上部没有预速 所以它的顶部位移是最大的 而且它三角形的位移分布 是吧 这个水平位移 还有周围的建筑物 地下管线的变形 坑边的地面沉降 支撑的轴立 教材都是原文啊 地下连续墙的内力 它的力柱的沉降 地下水位 所以呢 第五题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的难度也并不大 第六题 针对事件三当中存在的问题 项目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同学们还记得事件三吗 如果不记得的话 把我们将印的讲义 往前去倒一倒看一看啊 事件三当中看好了 开挖面第二道支撑 开挖面第二道支撑 我们第六题呢 相对的考试的规模还比较大 因为事件三里面好几个错误 它把第二道支撑还没安装 就直接挖到底部了 就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应该挖一段 就撑一段 撑一段再开挖一段 这是原则嘛 所以这一部分原则 我在考试压迭班的时候 讲过这个问题 可是你现在呢 没有装 你就挖了 那就错了呗 所以一定要按照我们 施工组织设计的顺序和步骤 开挖 也就是我们教材当中原文讲过 我们应该是挖一段 支撑一段 支撑一段 封闭乘款一段 然后支撑一段以后 再开挖一段 一定要按照我们相信的原则 顺序许网 这是教材当中原文 答在这里呢 更符合提议 就是我们开挖一段 撑一段 撑一段 开挖一段 这个相应的这一个开挖原则 对吧 教材当中是讲的嘛 首先我们开挖一段 撑一段 撑一段以后呢 封闭乘款一段 务必呢 是维持我们开挖面的稳定 这个原则呢 也可以给它打上去 下面第二个 擅自拆除了联系梁 那么造成了机坑变形 超过允许时的报警 当然是不能拆除梁体 这个立柱呢 是维持树面核载 树向核载的平衡 而这个计量呢 是维持立柱和立柱之间 水平位移的限迹 你把计量一旦切掉 水平的位移一大 立柱就撑不住树向核载了 这个时候当然报警了 所以第一步 你要停止错误的做法 一定要暂停危险做法 立即停止挖掘司机的错误做法 然后把原因分析清楚 必要的话呢 我们要重测数据 尤其是有这个危险的征兆 一定要加密监测 这里是同学们 应该马上反应的 比较常识 确定了这个隐藏情况以后 按照有关规定 还要通知相应的监测单位 施工单位等相关的单位 为什么 这是监理 我们的监测单位 要及时通知和反馈 启动应急区案 调动人员和事件 要加密监测 因为没有发生事故 还不存在事故强险 但是要及时的制止 这种危险的状态继续下行 比如说计量已经拆掉了 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可以使得我们计量 再维持我们立足的稳定 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第三个 急康测壁漏水当中 少量泥沙采取的措施 这部分教材当中 在我们第二大章 管理当中 尤其是我们这两个 安全管理的这一节当中 讲过原文 如果这个渗漏不严重的话 用什么方法呀 坡顶卸载 增大支撑 一般处理 如果有大量的水土流失 但是我们这个题目 是少量泥沙 但是为了避免 它演变成大量流失 所以你还可以插入引流管 这个在我们教材当中 有原文 还给了我们相应的四级图了 对吧 经浆办我们也讲过 用什么 双块水泥进行封堵 这是教材上的原文 但是如果实在是太危险了 滩塌或者是失文征兆 教材上咱们也讲过 我们可以采取的是什么呢 回填土 灌沙 灌水 人缘撤离 这句话我们以前就解释过 它实在太危险了 就要塌了 我就把原来挖出的土 全部给它推进去 我就等于把这个坑 我不要了 我又给它填成 原来的那个地面的形状 那它这个图想塌 又把它原来的这个空间 用土占住了 它没地儿塌了 那它不就安全了 好 接着到这一题为止 我们整个2015年 一级建造师 试证专业采考的题目 咱们就新鲜出炉的解析完成了 通过今年的这个解析 同学们应该也有一定的感受 难度比去年是略低的 今年的分数线 再降的一种可能性 也是比较小的 通过我们的这一个解析 至少让同学们感受到 我们的超纲题今年不多 即使是摒弃了所有的超纲题 对于我们96分的极客线以上 影响并不大 因此可以看出来 我们2016年 我们考生备考的 这样一条道路 仍然是紧抓住 我们教材上的关键知识点 进行相应的复习 对于我们这个考试来说 肯定是大有帮助的 而极客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进行我们解析完毕的 整张2015年的试卷 到这一个成绩出来 到合格线出来 还是应该有若干个月 有几个月的等待时间 在此我预祝各位233的学员 能够取得试证这个专业的优异成绩 能够一次性的顺利 通过我们一级建造师的考试 好 本讲内容到此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